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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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個女孩回家很危險 你沒時間, 我有事 他們都該死 你口口罵罵殘疾的人阻礙 其實最阻礙社會進步的 就是這些思想偏激的人 我覺得人的心理真的很奇怪 只不過少許的不差 就可以瘋到整個世界觀 反轉所有是非合法 甚至活生人放火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沒錯 好 好 小人 Tim 你在這裡嗎? 不用了 謝謝, 給杯 我爸叫了Long Island 謝謝 明明今天在一起一起吃飯 為何還特地讓我出來喝東西 是否想跟我聊些事 又不方便讓你爸爸和我爸爸知道 他們今天會給我們一些日子 Tim, 我想… Long Island哪位? 謝謝 謝謝 你的樣子告訴我 你好像不知道怎麼說 不如讓我猜猜 你想遲些才結婚? 你怎麼知道? 你還想去英國讀一個 關於犯罪心理否決的課程 是嗎? 你不用覺得奇怪 我只是跟證據推斷 我看你後面放了幾本 關於犯罪心理學的書 每本書上都有幾個報紙 證明你看得很仔細 你還上網看過幾間英國大學 關於犯罪心理學的課程間界 還有, 你對張耀忠這案件的反應 我經常在想 如果可以多知道罪犯的心理 早點做到罪犯人確描繪 所以早點抓到兇手 令受害人減少 所以我想進修多點 關於犯罪心理否決的知識 但一個課程 下個月就開課了 一讀就要讀半年 所以我才想將婚禮刑期 我就絕對沒問題 你也贊成愛讀書 你記住 我永遠都支持你做正確的事 而且我認為結婚和讀書是無低俗的 謝謝 現在問題就是 你想簡簡單單結婚才讀書 還是讓你讀完書回來 搞一個你心目中的理想婚禮 你想跟候者? 你也知道 這件事沒有證據去推敲 這些簡單的事不用推敲 是根據我對你的了解 就正如你了解我一樣 懂得替我預先叫林奔朗一輪 你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 更希望有一個完美的婚禮 不想孵孵孵孵 我們就等半年 等你回來才慢慢籌備 很感謝你這麼理解我 不過我擔心我兩個人 未必會這麼理解 想起她被心放茶 睡覺到她笑醒 是啊 好嗎? 快點… 快點… 走… 坐… 坐… 我們幫你選好日子 你看 我有些事想跟他們說 你都知道了嗎? 知道什麼? 關於日子的事,我們很聰明 你以為我們倆是老闆東才行 我替你們老闆很小 就這天呢? 這天是星期六來的 親戚、朋友都可以來,又不怕 太怕了 你又不想說這件事? 就是關於日子的問題 其實是我要去英國讀書 我想遲半年才結婚 那不行… 不行… 不行,我們選的日子是全年最好的 是 要多等半年 豈不是要等到明年三月? 那就三月了 三月不行 三月是個爸爸媽媽的死記 是個狀況的 那四月吧 四月是清明 沒人搞起事的,傻女兒 然後就是你媽媽的死記 只好就是我的生日 爸爸的生日,你爸的生日 接著就是七月七月 有鬼子來給誰結婚 算了,不是要等到明年八月? 是呀 拖拖拖拖拖一年了 那就八月了 我們現在沒說不結婚 只不過遲一年才知道 我真的很想去英國讀書 不用怕拖一年,不行的… 陳家說得對 不可以遲的,一定要結婚 是呀 好了,爸,你們兩個都別吵了 總之我和小柔決定的事 是不會改變的 那怎麼行? 為什麼不行? 我說行就行 現在小柔嫁的人是我 他讀不讀書是由我作主 總之小柔輸就一定會讀 我們婚也一定會結婚 還有,兒子我們一定會生 你放心吧 你敢說,生孩子就行了 敢說又不一樣了 是呀,就這樣決定吧 好… 尖Sir,你很帥 怎麼樣? 怎麼樣?你女生幾個都說 好… 大家先吃點小吃 等主角到 我猜姐就會拿狗大鬼出來 謝謝… 謝謝… 鳳梨姐,今天真辛苦你 別這麼說 寬宋Madam娘 你不麻煩我 就是不給我面子,是嗎? 對… 大家隨便吃 謝謝… 再見… 你還吃蝦? 你的腳是老了,小心發 牛肉也不行,牛肉也會發 蝦也不能吃,牛也不能吃 那吃什麼? 吃,我再吃多啤酒 阿嬸,看來你這個人挺細心的 Made Ma,你認識我之前 我這個人本口也是膽大、生小的 對…還有臉皮夠厚 認識你這麼久也沒試過對我這麼好 那要看看對誰 那你真的不要看他對你好 很大代價的 最大費用都要咬柴 什麼?幹嘛追著我? 我又不是今天主角 Tim Sir,你好嗎? 是,我喜歡這個 來吧 Tim Sir來了 來… Tim Sir 不好意思,Sharp有些手尾要跟 所以遲了,要他們等 不要緊,過來坐 Tim Sir,過來坐 謝謝 謝謝你 今天你們是主角,幾次都等你們 既然主角到了我宣佈 寬送Madam在英國讀書大社會 現在正式開始 好…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們有個簡單而隆重的送禮儀式 謝謝… 方月來負責買和拿出來 你媽媽代表我們送禮 這份禮物是我們一群手足 夾粉送給你的祝福禮物 謝謝 是什麼? 是網絡機器 有兩個 對…還有自動對焦 是,Madam,你和團隊上有一個 當心了 你們都這麼好,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用說什麼 最重要的是考試沒有肥腦就行了 很難說的 我對你很有信心 無論多強的人都會跌倒 最重要是跌倒後才爬起來 繼續向前 而你跌倒後會馬上爬起來的那種 所以你的前景一定樂觀 既然你們這麼有信心 我會努力讀書,不會令你失望 我在英國有幾個好朋友 吃喝悶樂飯飯可以 等我通知他們,包來讀書也不會問 快點通知你的主朋友 到時候看著他 他下星期四天就走了 沒問題 這麼快?課程開了嗎? 沒問題,但有個預備課程 我想讀完才正式上課 可能這樣幫助會大一點 所以早兩星期就走 兩個都這麼好學,真是有夫妻去上 但是Madam,你忍著讀書讀上癮 有一個朋友早兩年去了外國讀書 還有一個課程,還有一個 到現在都不肯回來 你放心也行 香港有人在等我姐姐 她怎麼會捨得不回來 是嗎?是嗎? 禮拜四?禮拜四,Tim Sir你要上課做證人 那豈不是送不到機? 我知道,我走半年也不太久 每一個行禮拜行得 總之每個都不用送 Madam Line,請你去吧 謝謝… 好,我們敬Madam Line一杯 好… 祝你早日託成歸來 令我們警隊如虎天逸 謝謝… 姐姐,你去結包了 這幾本書不要拿去 也是的,那邊圖書館應該有的 一定有 你又放些什麼下去? 這隻眼藥水,你用開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很薄米地讀書 到時候眼睛又會很疲勁 這樣就適合你用了 還有,遺藥 你到英國沒人看你準時吃飯 我怕你胃痛,但一定適合你 騙你,以前我負責照顧你 幫你打碰所有東西 現在反過來你照顧我 人會成長的 小姐,帶這幾包去濕茶過去 爸爸,我的肩沒空了 你不戴不行 倫敦那邊沒有戴,濕氣重 你不煮去濕茶喝,人很累 糟了,還欠缺俱風油 爸爸,我真的沒空了 你不戴,他會哭哭亂睡不著 你不只懂得照顧人 還要幫人想起來,真是長大了 那把爸爸交給你這半年 我應該放心 不妨礙你了 居風油 正在做什麼? 正在收拾行李 現在還在頭痛 如何把爸爸給我的血濕茶放進行李 你明天要飛了 我知道,明天要上開 不能送到我的飛機 不用送了,又不是走很久 明天不可以見你 不代表現在不能見你 我在你樓下,你下來吧 你不用來坐 明天就走了 一定很多事做,很多事收拾 不用了,不妨礙你了 你們比英國還要帶嗎? 很漂亮,是什麼糖? 你最喜歡的黑巧克力 可可成分86% 從鹹料到沒有包裝 都是我一手包辦 還做速遞上門的 這麼大眼,想吃皮嗎? 我計算過了 你過去讀半年,就是183天 裡面剛剛是183粒 每天一粒,我特意做小粒一點 所以一天一粒也不會肥 你要我一天一粒 吃的時候就會想起你 當我吃光了,見到我胸筋的時候 就知道我是時候要犯見你 你真的怕我讀書得上癮 回不回來嗎? 這個不像你,Tim Sir 這麼沒信心? 如果對方是正常男人 我當然是贏光他們 什麼正常男人? 你現在過英國讀的犯罪搖輩 對象多數都是變態殺手 好,你知道你什麼燈娘的 一天到一刻都沉迷竹策破案 要我跟這些人爭取你 我真的沒信心贏他們 幹什麼? 你我每天都想念你 那我可以在他心上裝個勾 讓你每天都想念我 幼稚 爸,多吃兩粒,我來試吃 好嗎? 告訴你 你即使每天多忙都好 都要抽點時間上網跟我聊聊天 來吧 似乎你用時間上來做功課 不知道我一個 我說被編輯追稿 沒時間吃午餐而已 你又被什麼人追? 審議員 最近太多案件都沒時間寫報告 不是,上來這裡做事,他這裡夠整 好,有見地 一起努力吧 不好意思,阻礙你 將要中患哥心理病英文是什麼? 是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 Post Traumatic Streat Disorder 謝謝 上來做事也不錯,有本活字典 有本活字典 你怎麼這麼厲害? 用一支鉛筆可以插個計劃出來 有多厲害,很多女生都認識 你沒想過 如果當兇手是一個女性 她用法杖來做兇器 她殺完人之後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 將一支法杖帶來兇案現場 看來我給你寫書 是不是應該收回版權費呢? 不過你別忘了 剛才我也做了你的真人發聲字典 怎麼說我們也是打平的 快點開工吧 Sekki,應該有15個首選 定位 不是 跟你逛道真挺有好處 每間店舖你拿到自 raw 肯定上很多都說了 好 Sharon,有像 有像? 謝謝… 謝謝… 好漂亮 各位粉絲朋友們 大家喜不喜歡Sharon頸上的水晶頸簾? 喜歡… 喜歡就好了 Sharon,不如跟各位觀眾說一說 水晶頸有什麼特別? 好,這條頸簾就叫愛心天使 是我親切設計的 希望最愛心送給每一個人 今天大會就完全符合Sharon Sharon真的很漂亮 真是挺漂亮的 沒錯,這批頸簾真的很漂亮 而今天愛心天使銷售會 全部所有收益會捐給國內的失學兒童 希望國內的小朋友 有多機會接受教育 你們大家會不會支持我? Sharon… Sharon… Sharon支持你 Sharon… 你這麼愛心 作為支持者的你們 一定有善心又愛心 所以凡是今天購買了 都能得到Sharon的親特簽名 新鮮滾熱 凡是買了一個朋友 快點過來這裡排隊,拿簽名 我們去買吧 好… 不要買,你到我來 慢慢來,排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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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了 走錢 謝謝,謝謝 Sharon,我叫Polmila 我喜歡聽你唱歌 謝謝 92 你好 你們明晚會不會來我的小表演嗎 我也想,但我填了很多份表格 都抽不到票 麻煩你小心點 你沒事嗎? 沒有,沒事 沒事就好了 我代表我歌迷跟你說抱歉 明晚演唱會,玩得開心點 你不囂張 謝謝你 不用 謝謝,Kick Lo,再見 我喜歡有Sharon的演唱會票 他沒有人 當然了,他人又好又漂亮 心情也好,難怪有這麼多粉絲 對,今天你不用開玩笑 不如一起去看 好 Sharon,Sharon… 你好,對不起,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一群朋友來了 打算跟他們拍照才過來 所以遲了 不要緊 聽說你為了幫血癌的小朋友 小瑩瑩捐血和艷骨髓,是不是 你怎麼會知道 你的消息真的很靈通 對了,你怎麼會幫小瑩瑩 你們認識嗎? 不是,其實我在網上看到這件事 你們都知道了,小朋友這麼小就很病 其實很可憐 而且媽媽出來呼籲 希望找到合適的骨髓給小瑩瑩 所以我就捐血了 不過我只是做我應該做你的事 沒想過這麼快就讓你知道 還有希望你不要誤會 我會借這件事來宣傳 但如果骨髓合適的話 你會不會捐給她? 當然會 我也希望骨髓適合適用 可以幫到小瑩瑩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希望各位傳媒朋友幫幫忙 把小瑩瑩需要骨髓疑者這件事 報道出來,多些人驗血 小瑩瑩就可以快點找到合適的骨髓 Sherwin,你這麼好心 又驗血,又捐骨髓 肯定填了一張氣功捐贈卡,是不是 當然了,Sherwin去年已經填了 她真是傻女 她要做什麼,誰都阻止她不到 就像探古醫院、老人院 她就算多忙,她也會抽時間去的 好了…別這麼說了,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吧,Sherwin就是這樣 做好事也不想別人知道 Sherwin就是這麼乖女 心態也很好 你們要捨她好一點,疼她多一點 不如先把照片放上吧 好… 娜姐,桌子櫈好了 你剛才的排骨不是說醃了嗎? 對了,糟了,鵝腸可以起床了嗎? 你怎麼樣?手沒事了? 沒事,其實今早起床的時候 我都覺得合哥有事了 一再拖鞋就幾乎滑倒了 剛才朱太太打給我 說今天突然有三個朋友來吃飯 不搞得這麼貧能 其實你可以拖鞋而已 怎麼拖鞋呢? 畢竟是熟客 還有介紹很多客人給我的 我今天想要嫻姐來幫忙就搞定了 誰知道她說她的兒子又發燒不來 那個方法又為了看相關 全部一起來的,還不合歸有事? 沒事…有我幫忙就一樣 你不是約了Sam嗎?吃飯嗎? 你拖鞋了他,哪有好意思? 不是,什麼叫兄弟? 我不叫他來幫忙就能撿到 好…朱太太 好 好 乾杯 朱太太,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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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來介紹一下,這個是黃太太 那個是李太太,那個是馬太太 幾位清楚了,先喝杯茶吧 Ivan今天也來幫忙嗎? 是呀 Ivan是Komi姐的嫉妒,謝謝 不是吧?美南廚房嗎? 東西淋入口 這位馬太太,挺會開玩笑的 是呀,Komi姐煮的菜式 色調整齊了 包你們吃個花塵餅 是呀,在這樣的化妝樓吃飯 一點也不開胃 什麼化妝樓? 就是那些破舊樓 不斷在裝修下扮豪宅 怎麼樣?吃得飯了沒有? 快快去吃了就走了 這地方這麼便宜 坐得我全身都不醉醉 原來那個馬太太是阿Bell的大媽 所以待會她無論如何踩這個菜式 也與你無關 純粹因為她不和阿Bell 我是阿Bell的朋友,她就搞事了 難怪剛才她進入屋子就針對著你 這次是人口看她的樣子 就知道她滋味麻利包包的樣子 她還是踩人踩得不承認,不收口那種 我知道你最不忍得,人家說你的手勢不好 所以我就要預先話聲給你知道 行了,放心 你姑姑我什麼人沒見過 撐得住 況且我要給朱太太面子 所以待會無論她說什麼也好 我就當她唱歌 謝謝 客氣了 謝謝 朱太太,你真的沒介紹錯 這間私房菜真的不錯 有多好,你平時吃的好東西少 你就覺得好 跟我兒子的酒樓比,真的沒得比 馬太太,你兒子的酒樓開了沒有? 聽說線牌有點問題 開了 對,否則之前那些小人搞停了一陣 還可以開婚店 各位,先喝一杯熱茶吧 好,謝謝 怎麼樣… 今天的菜合不合吃嗎? 對 味道很好 尤其是桂花翅炒得特別黑 還很精緻 你不說我都不覺得像,像粉絲多一點 或者我下次找些粗一點來炒 不是,我覺得陳皮香鬚骨挺有特色 是呀,一味只剩下骨 沒有陳皮味,你的陳皮哪裡買的 是不是街邊十元一大堆的東西? 鮑魚粥鵝醬,鵝醬燻得很軟 不是吧?比你還要浸皮還說軟? 我炆了一整晚 姑姑,用不著跟這些人解釋? 他擺明在這裡搞事 阿…阿馬太太說 如果你這麼不滿意我們這裡的菜 不如你回到兒子的酒樓吃吧 對了,他拿回牌子了嗎? 你說什麼? 我現在說你這裡有沒有牌子是真的 信不信我在食環處裡撈你們 撈到你們倒閉為止 你…你用不用這麼讀嗎? 監管私房菜法理暫時還草燃 我不知道你可以調查我們什麼 善用投訴機制是對的 不過你投訴之前最好會查清楚 到底是別人不對 還是你自己不對才行? 還有,你這麼喜歡贈人三個字 我現在贈你四個字 四個字? 欺負一口氣 忘了小人 我知道…靜音八婆 正確不是我說的 這些都是你的朋友對你的觀感 但似乎他們真是挺了解你的 看你們什麼時候撿掉 不好意思 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我忍了他很久了 最多我們只有小腳而已 是吧? Ivan? 你好 我剛上完課,以為你沒這麼早吃飯 那就叫你吧 應該我找你請你吃飯就算了 昨晚大媽說在Conny姐吃飯 吃到背肢骨爛 你怎麼知道 她今早打給媽媽 在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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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你引起她的朋友罵她的八婆 不好意思 只是她弄了事 我才忍不著玩她而已 至於她的朋友說什麼 我也控制不了 不過其實她們還是有話說話而已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會煩大伯母 對不起 我也沒怪你 我當然知道她的身份有多麻煩 其實我聽到你說她的婆婆 也不知道多開心 真的嗎 所以我要向你學習 看如何不用自己的口罩 也可以把人家疼得到 何時吃一頓飯教我 好,不過是英國製還是中國製 甚麼中國製 英國製即是A製 中國製是說禮償往來的 即是你聘請我 那我請教你,就是中國製 那就先謝謝 不過在請吃飯之前 可否做一件事? 做甚麼 做昨天的戲給我看 這裡有這麼多人,有損形象 下次吧,我下次再見到你大媽 做場再厲害一點給你看 好 救命,有沒有人?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小姐,甚麼事… 小姐,小姐,小姐,你怎麼了?小姐 一早下飛機,我回到村 來到這裡,聽到那個女人喊救命 當時嚇得我心裡不買 誰知我還未知發生甚麼事 我聽到一聲 然後我兩人撲出來,全身都是血 沒多久暈倒了 我看真點是誰 原來是那個女歌星,雙雲 我看見你了 可以嗎? Tim Sir 怎麼樣? 雙姐是女歌手,鋼曉林,Sharon 應該從家裡授雜,他相逃出來 走到他大概在車尾就暈倒了 Tim Sir,我先進屋守正 這麼快就有記者 當然了,Sharon這麼紅 我想待會兒還會有記者 Sharon,傷勢是嚴重嗎? 你給什麼人襲擊? 其實我也想知道 大家看看小姐,小姐,小姐 Tim Sir,這裡找到的鞋印了 這組鞋印不算大 大約五至六號,應該屬於雷城 而且步幅很大,他當時應該在跑 救命啊 應該是Sharon跑出來的時候下來 我看不止她一個人 但是只是一組鞋印而已 你看看,左腳的鞋印是垂直向前 以跑竿的動作來說是正常的 但是你看看右腳,一時向外 一時向內,跟左腳都是成九十度角 那就是說 她應該在跑的時候,轉頭望 沒錯,就是說可能有人在追她 救命啊 救命啊 還有,你看看鞋印,是有水積的 應該踩一個有水的地方 警官,這邊有個被踩踏過的水桶 還有鞋印 這裡出現另一組鞋印 步幅也相當大 證明這個人當時也是在跑 沒有,這組鞋印出現在垃圾桶旁邊 那就是說,這個人當時推掉了垃圾桶 之後跑到另一邊 剛才的目擊證人說 他在聽到Sharon叫救命之後 再聽到一聲 才看見Sharon跑出來 救命啊 這個鞋印有八至九號那麼大 但是,很有可能是屬於襲擊Sharon的人 伙計說進來的時候大門已經是開鞋印 金Sir,Madam 根據鑑證科和事實說 悶病上面的指紋很凌亂 加上上面有些血跡 所以回去看看 紛紛的打開指紋才知道結果 什麼這麼秘密?要燒光它這麼徹底 現在的狗仔隊這麼猖狂 我是公眾人物,都燃光一把火燒光它 免得被人找到自己的私隱 阿嬸,幫我拿著垃圾桶,謝謝 謝謝 記住 聽人說這個Sharon有色作谷田馳 原來是真的 是你總是以為美女沒腦子 事實證明,很多美女又聰明又漂亮 你不是說你自己吧 你豈不是不知道 看來現場應該沒有發生過 Katty的打鬥 好,聽這輪居說Sharon是一個人住的 門窗沒有被人繳開過 而且在屋裡也沒有被人手掠過的痕跡 有什麼發現的呢? 茹芳, 這裡有兩個胸 謙Sir, Dr. Cool和雙姐 現在在醫院做活體取證 我要過去看看 Wilson和阿嬸會留在這裡 我已經叫了Ivan去醫院 拿雙姐的東西回去化驗 你們在那邊會合 那這裡交給你, 謝謝 不用了 謝謝 謝謝 你看看 怎麼了?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沒事, 血很容易分開, 我處理得了 你戒掉我不用處理嗎? 小心你的口水污染症密 這裡不要拍照, 不用拍照 不行, 借一借, 檢查老爺 Sharon, 你和Jackie 現在的情況如何? 為什麼會遇襲? 她有什麼重藥的事得住人家? 她的傷勢如何? 是… 很感謝大家對Sharon這麼關心 我剛才來到, 我還不知道她的情況如何 不好意思 發脾氣 不好意思, 沒事… 來吧… 我知道你們很心急 但我真的不知道她的情況如何 我看完她看完之後 我再出來向她交代, 好嗎? 看了嗎? 搞定了 我們已經拿了她的衣服 現在拿了她的化驗 已經幫她拍照和活體罪證 Sharon的傷勢如何? 問題不大, 不過我看過她的手腕 和手臂都有瘀傷 而且前壓有被寵物襲擊局的痕跡 詳細報告, 我把事發給你 謝謝, 那我進去和我下墳頭的聲音 我想還沒得住 為什麼? 因為她之前受驚過度 她有點情緒失控 醫生幫她打嘴鎮症劑 先逼她睡覺吧 遲點再幫她下墳 既然這樣, 我先跟經理人談談 那我們好 坐下就行 你們有什麼可不妨問我 我會盡量幫你們 你的手弄傷了, 怎麼弄傷的? 是當晚不小心打破杯子去割船的 是Sharon家裡打破的? 是的, 我昨晚去Sharon家裡 去跟她談將來的未來工作計劃 我們喝飲料的時候 以後我不小心打破了紅酒杯就割船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幾點離開, 接著去了哪裡? 我八點幾天離開, 我接著就回家 那有沒有人見到你… 我獨自住的 老闆, 你不需要懷疑我 Sharon是我一手捧紅出來的 我在身上投資這麼多資源 她少了一條頭髮, 我也會很傷心 我絕對不會傷害她 但是聽說你們談續約好像出現了問題 會不會因為有人想叫Sharon 所以你們昨晚談不妥, 就發生爭執? Madam, 這些都是記者炒作新聞 不會是真的 我和Sharon的關係一向都很好 而且我不怕告訴你 Sharon已經答應了我和我續約三年 只是差沒簽個字 既然你們的關係那麼好 沒有, 她應該什麼都跟你說 那你知不知道她有沒有得罪什麼人 又或者接著出現了什麼問題 不會, Sharon心地很好 對人也好, 不會得罪人 我在這行業做了這麼久 每樣事情我也很小心 接著方面, 不會有問題 那她有沒有男朋友 又或者有沒有感情問題 Madam, 現在做經理人不同以前的 我們絕對不會阻止旗下藝人去拍拖 不過她沒有跟我說過她有男朋友 而且我也沒見過 她沒有男朋友而已 但她有不少粉絲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瘋狂的粉絲 騷擾過Sharon? 當然是有一、兩個 不過我沒有認得 這方面你們可以問Louis Louis最清楚 誰是Louis? 她是Sharon的助手 對, Sharon是有幾個忠實的歌迷 她去哪兒都會跟到哪兒 那她們有沒有什麼瘋狂的行為 又或者騷擾過Sharon? 那倒沒有, 其實她們都很聽話 只要看到Sharon就會很開心 有時在分崇裡 還會出來幫忙維持秩序 這個鞋印有八至九號那麼大 很有可能是屬於襲擊Sharon的人 你穿多好鞋 八號半 你昨晚有沒有去Sharon家? 當然有, 我去助手, 管接管送 我經常出不去她家 那你和她的關係是怎樣的? 很好, 她出名是好人 又善解人意, 是一個好老闆 你電話不斷響, 你先聽我 不好意思, 你不要不斷打電話 我都說不知道, 知道我再回覆你 就這樣 老闆出了事, 做助手一定很忙 也挺多電話的 是呀, 那些記者, 我想我還有一段時間 但你還沒什麼問 如果沒什麼問, 我想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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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吧 郭家麟小姐, 我是西哥龍重案組 都查過郭英, 這位是我的同事 你好 你好 我都知道你剛醒了還很累 不過為了你安全著想 我希望盡快和你下份口供 可以找刀襲擊你的人 好, 沒問題 郭小姐 你叫Shin就行了 好 Sharon, 昨晚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是誰弄傷你 昨晚我整晚都失眠 睡在床上很久還沒睡得著 直到差不多天亮的時候 我打算起來收拾一些東西 我看見我舊的樂譜沒什麼用 不想扔掉它 但又不想被記者查到原來亂寫 所以打算燒掉它 到燒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隱約聽到樓下的那個聲音 那我就下去看看 下廳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落地玻璃門開了 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在想, 難道是之前那晚忘記生 還是跟著我發覺後面好像有人 我轉身就被人襲擊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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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怎麼樣?小姐 到我醒來的時候就在醫院 那把水果刀呢? 水果刀? 我們在你家發現了一把 染了血的水果刀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太害怕 拿起那把水果刀來嚇人 或者撞傷它吧 當時真的很亂 我不是記者都很清楚 那你認不認得襲擊你那個人? 我認不得 他站在我後面 我沒看清楚他的樣子就被他打中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麼樣 剛才我和你的經理人聊過 他說昨天去過你家 還打破了一隻杯子, 是嗎? 是, 他還弄傷了一隻手 我也不好意思 Louis呢?他昨天有沒有去過你家? 當然有, 他是我的助手 他要送我回家 他要送你 Madam, 你是不是懷疑他們兩個? Louis和Jacky 包括都很疼我, 關心我 一定不會傷害我 相反發生這件事 他們不知多擔心我 平時跟Sharon接觸得最多 就是她經理人Jacky 以及做了Louis 但他們的關係這麼好 那就是沒有香港的動機 Sharon這麼好, 又不像會得罪人 她又沒有瘋狂的粉絲 現場環境利益 又不知是入屋打劫 那豈不是甚麼人襲擊Sharon呢? Madam, 你怎麼看? 像Tim Sir所說 一個環境證據 比十個學功證人好 因為證據不會說謊 而人會 你喔 你們是一種超級外面的 你如果還能不能出現 好, 讓我來看 你不如批評 你看, 這麼多演 你不如批評 你不批評 你不批評 給我沒有 不批評 他欠貼 Tim Sir, 在小徑上找到的鞋印 經過比對之後證實是屬於Sharon 至於垃圾桶旁邊的鞋印 經過比對之後證實是八毫半的鞋 我們查過這個鞋印 是一隻叫Super的帆布鞋 這個牌子有幾十個不同的款式 但每款都是用同一種鞋底 也是這個牌子的特點 那就是沒有指向性 但我有另一個發現 就是這個八毫半的鞋印 沾了液體不是普通水 經過化驗之後 裡面有咖啡因, E338酸度調節劑 E150D色素, 白糖和氧化碳碳酸水 就是汽水? 證明穿這雙鞋的人曾經踩過汽水 才走向旁邊的草叢 謝謝Simon 你還在看? 我和Jeff發現過Sharing的衣服 上面全部血跡都是Sharing 在現場找到的血跡有報告嗎? 沒有, 我們在現場一個找到三組血跡 第一組就在玻璃杯碎片上面 第二組就在水果刀上面 第三組就在水晶掌座上面 我已經刪了給Tina做化驗 是, 你們給我驗了三組血跡 已經有結果, 我傳過來 不過有些問題 Tim Sir, 你們一起過來看看 好嗎? 我可以說咖喱牛腩就是這個餐廳最好吃的 真是想做那個碟 你不是這麼節奏吧? 吃了這麼多燒, 我也不吃 來, 我幫你吃吧 老頭, 你不是, 你剛吃完牛腩 現在又吃燒鵝? 有什麼問題? 你欺負你的傷口 弄傷了就不黏上膠布, 看著發炎 就是了, 牛腩和燒鵝是最毒的 你真的看著你的傷口發炎 你怎麼這麼瘋狂的? 這些皮外傷, 要不要戒口 上次Yvonne咬茶, 你是認識別人戒口 那怎麼辦? 我是男人 對嘛, 算是發炎又如何 還給我打勾, 我還好, 真是男人 喂? 警官 好, 我們上來吧 根據發炎所得, 在郭曉林家 我們找到三組血跡和子民 其中一組血跡和子民 是來自雙者郭曉林 而另一組是來自餐桌的生果刀 而最後一組是打破玻璃杯的碎片 這兩組血液 其中一組在HIV的測試裡 是呈陽性反應 那就是外肢病大菌者? 那兩組血液是哪一組有外肢? 在客廳茶機下的玻璃杯水片 就是我戒掉這塊玻璃水? 就是我有外肢? 不是吧? 在客廳有外肢? 不是吧? 不然是是 是一星八旁光